早安大家 今天是7月1號 你們知道是什麼日子嗎? 就是鬼門開的日子啦 小朋友放暑假啦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做早餐 我們今天要來做早餐 今天我們早上打算要吃馬鈴薯餅 那馬鈴薯餅最重要的是馬鈴薯跟蛋 那我們還會準備就是水果優格 那水果已經準備好優格先放在冰箱 那我們還準備我們平常最愛喝的雀巢 這次準備了雀巢的種培拿鐵 還有美露 我們家的美露控 要喝的美露喔 悠悠真的是美露控 這兩個禮拜真的每天都在喝美露欸 跟大家說這次我們收到雀巢的邀請 真的非常的開心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雀巢在之前就把產品寄給我們了 在影片還沒拍之前 悠悠就把美露喝完了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雀巢我發現它最近有一些改變欸 其實我們真的是一路看著雀巢長大 那像雀巢呢 他們現在就是智力打造零廢氣霧的未來 那他們透過重新審視這些包裝啊 那讓東西呢積極減鎖 讓所有的東西這些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可是我覺得是 不是我們看著它長大 應該是雀巢看著我們長大吧 真的欸我小時候就是喝這個欸 對啊所以是它看著我們長大吧 所以小朋友為什麼會喝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喜歡喝 所以他們就跟著喝 像我從小喝到大 然後悠悠最喜歡的這個美露呢 它的塑膠吸管它替換成一個 可以彎曲180度的U型紫吸管 那雀巢咖啡呢 它是在地深層包裝 也全面都可以改成可以回收的材質喔 沒錯我們一起來做早餐吧 耶 大廚今天步驟是什麼 今天步驟 問那個大廚 我也不知道 你只是助手而已嗎 沒有我是大廚 他是助手 在助手才知道 助手 他大廚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大廚都比較厲害一點 都比較不知道 啊你知道大廚動嘴巴就好 對 助手請問今天的步驟是什麼 今天步驟就是 先叫大廚先去洗馬鈴薯 其實悠悠從以前就蠻喜歡做東西的 相對起來比田拿喜歡做東西對不對 田拿只想要吃而已 對悠悠有時候都會炒著自己做早餐 妳之前有做過馬鈴薯餅嗎 嗯沒有 這是第一次了耶 喔大廚第一次做就對了 大廚第一次做就對了 對大廚第一次做 我們來看大廚第一次400 你太失敗了 第一顆馬鈴薯快要消耗了 助手 負責分蛋啊 我已經分了 可是我怕大廚削馬鈴薯 我削的有點久 他等一下會氧化會黑掉 我有點緊張 好的 接著大廚也要來 分蛋了 你會成功嗎 我覺得會死 啊 請 啊啊啊破完 完了完了 喔還好還好 欸成功耶成功耶成功耶成功 輕輕的放進去 成功 失敗了失敗 因為蛋黃破掉了 對 啊為什麼蛋白跟蛋黃 要分開 因為這個等於算是澆水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把馬鈴薯餅 用蛋白稍微黏稠在一起 那中間的蛋黃 我們要打在馬鈴薯餅 中間挖一個洞打進去 可是它這樣破了啊 就沒那麼好看了 就會沒那麼好看 就會沒那麼好看 感覺比較厲害一點 好現在再攪拌 然後加一點調味 你加什麼調味啊 通常我就會 就是加黑胡椒白胡椒 跟鹽巴 好香喔 對好 然後把蛋放進去 然後等它稍微比較凝固之後 我們再把蛋放進去 就這樣 熱橘子也有人吃你知道嗎 趕快的時候大家都會吃熱橘子 好吃嗎 好吃 今天早餐悠悠做的喔 真的啊 真的你現在吃的那個是悠悠做的 我有幫忙 我有幫忙拍攝 嗯還不錯耶 嗯 就是薯餅味很重 它就是薯餅啊 嗯 只是說它就是完整的馬鈴薯下去現用的這樣 要加番茄醬 而且有點蛋這樣子 味道更好 有蛋香 放滿多奶油的 呦呦你不錯耶 在邊吃的過程中 呦呦我教你認識一個 雀草回收的大白天 它裡面有告訴你 每個包裝你要怎麼回收 來點給你看 你剛剛喝的是那個美露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點一個 美露巧克力麥芽飲品系列 對 點進去你就可以看到你剛剛喝的 你剛剛喝的是哪一種 你看得出來 對這個 利樂包系列 然後點進去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說要怎麼回收 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們平常都用錯了 你看它說你要把紫吸管 塞到利樂包裡面 洗乾淨之後壓扁 然後紫吸管跟利樂包 要一起分類到肺鋁箔包類 然後把這個塑膠吸管套 要分到一般垃圾 我們之前都用錯耶 然後往下 你就是可以看看它所有想要跟你分享的東西 那這裡有一個 一鍵響應 雀草永續行動 我們就按 按我想應 它就會寫說 這個 永續行動已經有 一萬九千七百七十八人響應 很多耶 感覺好像我們也有盡一分力那種感覺 成為一個環保小大輪 我很好奇耶 咖啡 我們剛剛喝的就是拿鐵 怎麼回收啊 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喝的這個 雀草咖啡二合一跟三合一系列 然後他說他們就是紫盒壓扁分類到紫類 那裡面的內袋分類到一般垃圾 喔這個我有分對 喔這個就比較 就不會分錯啦 對這個比較不會分錯 喔原來是要把這個吸碗塞到立垃圾包裡面的啊 又是要這樣啊 你那個方向壓不扁啊 你要把他 你會開嗎 他把四個膠打開 對 塑膠的這個袋子 這個是要丟在垃圾裡的 一般垃圾 這個是什麼類知道吧 紫類 那這個 這個你知道是什麼類吧 什麼 神奇的那個叫什麼 綠箔 對 這是廢綠箔包 這是廢綠箔類 這個 不是啦你丟錯了啦 這是廢鐵綠罐欸 綠箔包在這裡啦 對阿廢阿 丟錯了在這裡 在這裡 對 這個是一般的垃圾 放在這裡 垃圾是這個 這個 一般垃圾 老闆娘你可以檢查喔 還不錯 分的還可以 還行齁 好啦我們回收完啦 這次啊非常謝謝雀巢的邀請 沒錯大家呢 也都可以跟我們一樣 去雀巢的回收大百科看看喔 可以認識雀巢產品的回收的方式 一鍵想用雀巢永續行動啊 一起落實回收 我們會把相關的連結都放在底下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那如果你喜歡喝雀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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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